接著來關心 王伯岸、虎江豆 經濟危機、政治危機 加上多起群體事件 在中共中央召開18大前 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都讓外界對中共政權穩定 產生許多懷疑 接下來的新聞 我們帶您看到 在18大召開之前 還有另一個值得關注的事件 那就是揭露中共禍害人權真相 在國際上獲得大獎的兩部影片 自由中國和生死之間 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 大會會場放映 大紀元新聞網報導 9月19號分別在國際上 獲得大獎的兩部影片 自由中國和生死之間 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大會的會場內放映 這兩部影片都是深度曝光 法輪功學員遭受迫害 以及器官被活摘的紀錄片 多位各國代表和非政府組織代表 都前來觀看並表示關注 日內瓦議員 人權委員會成員Mark先生 在觀看影片後表示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 中共竟作為一個政府系統犯罪 中共正在摧毀中國社會最好的組織部分 法輪功群體 全球大紀元時報總編輯 郭君女士 則向與會者講述了影片中 沒有說完的故事 她說 人們想不到的是 在海外不僅可以買到法輪功學員 在監獄中製作的廉價商品 還可以買到廉價的法輪功學員的人體器官 郭君介紹說 中國政治醜聞的核心人物王立軍 薄熙來和古開來 都摄露了活摘器官的黑幕 薄熙來認知過的大連 是當時活摘器官發生最早和最嚴重的地方 而這些黑幕都被當局掩蓋了 另外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負責人王志源表示 他們已經掌握充足的證據 證明中共活摘的罪行 足以證明中共 是在大範圍的系統的 在安排了這個重慶院學院的犯罪 因為他們的 它的性質 它設計的範圍 一旦解釋出來 面臨的就是中共的全面的崛起 那這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 也是重大的歷史轉折的關頭 這非常重要 9月12號下午 美國國會舉辦了聽證會 聚焦中共活摘器官 9月20號 大紀元在美國國會舉辦了研討會 再次聚焦這一問題 從現在看來 真相已經開始大 很多人開始了解 主流社會也開始了解 這個趨勢在開始了 就是一個全社會全人類 反對中國迫害法輪功的 這個大潮已經開始掀起來了 這個事情是要必然的 速將第一人的朱科明呼籲 希望外界能真正的譴責 和制止中共這種滅絕人性的邪惡暴政 中共政權早就危機了 它破壞法輪功活摘器官的事呢 十幾年的事情了 現在報導出來 引起國際的重視呢 當然是好事 但是也是有些遲到了 遲了也是好事 希望大家重視以後呢 不要像往常那樣 跟中共有這個私下條約啊 只是不疼不癢的 所以說 新唐人電視 丞翰 王子齊 王明宇採訪報導